好,那現在呢,我們要看的是Inkscape,現在要來編輯這個化學的分子 那剛剛已經存檔了就是這個SEROTONIC的這個SVG檔案 那我們用這個Inkscape去開啟它 打開來之後出現這個檔 這邊會有一個問題,第一個就是你看到的這個圖它其實是只有線條 可是我們今天如果要做3D模型,它不能只有線條而已 所以我們要先把它解開來,這邊先解散群組 解散群組之後,它就會放大一點 按著Ctrl,然後滾輪可以放大,它會變成分開來的線條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對這個線條去處理一下 首先這個O我們不太需要,這後面我們再來再加 這些都不用,那我們調整一下這個長度 所以按下F2可以去改變它的長度 嗯?不能調,為什麼呢? 好,我們先把它轉成路徑試試看,也許這個問題 框起來,把物件轉成路徑 轉成路徑之後這樣F2 好,這樣就可以 好,這樣就可以調齁 或許是剛剛沒按到 OK,我們把它調整一下 調好之後齁 點下去之後再邊框樣式,我們可以把它調出一些 喔,太粗了 趕快把它改回來 按錯了,對不起 改成10 10又太粗了,改成5 5大概可以 好,我們等一下就用5可以 那這個雙劍的部分我們基本把它可以 把它再拆開來好了 好 然後把這雙劍放在一起 合在一起也可以啦 好 這樣把它解散 這也解散 這個也解散 好,所以我們現在做的是 因為接下來做3D模型 有一些 雙劍做3D模型會有點麻煩 好,我們就把它靠在一起好了 那你不如果不要把它靠在一起 也是可以啦 好,我現在目的只是希望 就是讓 雙劍呢 它就變得比較粗 就這樣子 好 欸,弄錯了 這個弄好之後齁 下一步我們就是要把這一個圖齁 把它變成是 先把它變成點陣圖 然後再把它匯進來 好,原因是什麼呢? 現在你看到這一條線呢 乍看之下好像很粗 不過實際上 你如果點它去看 它其實它就是單獨一條線 而已齁 那可是我們要的不是這樣子的東西齁 嗯,做出來再解釋你就知道了齁 好 那我們先圈選它 然後用 匯出點陣圖 那我就把它匯出去齁 所以檔案先 改一下齁 Test PNG 好,匯出 匯出完之後齁 我再把它匯入進來 剛剛我放在桌面上的化學模型 的這個Test 會進來 內籤 這個是剛 現在你看到有兩個齁 這是剛剛做的這個東西 向量圖 這個是點陣圖啦 PNG的檔 我現在做的事情是把這個PNG的檔 要把它再變回向量圖 選這個路徑 我們描繪 描繪點陣圖 那這裡會問你有一些選項 那我們就直接 改成下面這個選 用亮度來掃描齁 掃描兩個 移出背景 更新 確定 好 現在再回到這張圖 你看它變成兩個 對不對 下面這個圖 就還是剛剛一開始進來的那個 PNG檔 這個我們不要 我們就這個 好 那就這一個圖呢 這個圖其實已經是向量圖 我把它縮小一些 那你看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齁 按下F2 這是一條線而已齁 這邊按F2 你會發現它其實就是一個被框起來的 也就是說它不是一條線 它是一個封閉的曲線 呃 我們在做3D模型的時候 這是線一定要封閉的齁 封閉的才有辦法做更進一步的調整 就是做做3D模型齁 那這個就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是這個 那現在我們就把這個東西我們就刪掉 好 就留它就可以了 那大小我們隨意啦 反正最後再可以調 那這一步就是做好這一個 這個從inxcap去修 修整它變成一個 新的這個serotonic的這個sbg 檔案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存檔就可以了齁 好 好存完檔之後 我們就要進到下一個步驟囉 好